这个枪呢是308刚刚买的枪 就是说瞄准镜的也刚装上 在Kabelus买这个瞄准镜的话 它给你免费安装 然后它装上之后你还需要调 今天是零下午度 感觉非常非常冷 可能湿度比较大吧 现在阳光出来感觉好一点 但是呢感觉有一种被冻透了的感觉 一般情况呢这种耳塞就可以了 如果说在靶场的人就是用了枪特别大的话 比如300WMAC那种 你可能需要双重停留保护 但是这种枪呢还行还可以 那这个子弹呢就是308的子弹 老罗买的 这个子弹呢是不许打猎的 它是全部用铜包着的 里边是签 属于军弹 打仗用的 那么拿这个呢 它特别便宜 一块钱一个 如果是打猎的子弹呢 大概是两三块钱一发 所以说调枪它用它就可以 这个弹架只能放三发子弹 其实打猎的时候呢 也就打一发就够了 因为很少有让你补枪的机会 打中呢就打中了 没打中呢也就跑了 之所以打三枪呢 就是怕一次打不准 因为就我这个水平 让人不一定打哪去 走过去看一看 反正我知道这是我打到的 我不知道那两枪打哪去了 应该都在这 这不是一个子弹打的洞 你瞄的最中间对吧 对 所以现在往上三冲 我又一冲半 我这样再瞄一个试试 我直接瞄50码试一试 破爍了 %&%&% heaven 那我们在这边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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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 İyi 好 咱们现在去50码的位置看一看 这个跋场呢 最近的是这个25码的 然后呢 是50码 前面是100码 然后100米 然后是200码 300码 所以说这个跋场的距离还是不错的 那这50码差这么多的话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8多 你说100码的一个格是1多 一个tip是1八分之1 对 四八三十二 那这64个 32 How's it going boys? Good good how's it going? You're from Brock boys? From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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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Good to see ya Yeah Two hours driving here Yeah Two hours driving here We just come from Calgary Oh you come from Calgary? Yeah How come our eyes fixed? Had to go to an eye doctor appointment The eye doctor today Oh it works So we may as well shoot all afternoon So we come down and shoot with you guys Yeah We're going to fix the 25 We'll put up a new board on the backstop Yeah We'll put new boards up We'll put new boards up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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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E�� It was in sports They're a part of the house Brown她 I knew as well This is awesome Exениulation Oh Iicularly 我来的是离卡尔加利两小时以外的布鲁克斯靶场 这个靶场我非常喜欢 主要就是因为人少 你看看今天就我个老罗在这 其实早上起来了两个本地的也是打猎子 他们来调枪 调枪之后就回去了 那么靶场其实我认为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比较自由 因为如果人比较多的话 你贴拔纸就要素人停活 你去来看一看也需要素人停活 所以说还是不那么方便 但是这个靶场就是因为没有人在 所以说你想贴拔纸就贴拔纸 你想看看设计效果就看看设计效果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是我打的后三枪 两枪都在一个位置 第三枪到这 我调了 但是我调的力度还是不够 我感觉我应该是准确位置在这 我需要再往中间调一下 右侧再调一格半调到这个位置 OK 然后上下可能也差一格半 再看一眼 平时我练的时候呢 我就用点二练 点二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呢 这个枪呢 后座力特别小 噪音也小 第二个呢 它子弹非常的便宜 所以说呢拿点二练吧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你就是很快的可以完成练呼吸 练瞄准 练扣扳扳机 所以说点二打最多 一般情况下呢 我来一次 点二能打100发左右 然后像这种呢 根据需要 有的时候需要打 有的时候不需要打 最多也就打两盒吧 40发就够了 调完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你属于真正属于你的枪了 就是你打哪呢 基本都知道 因为如果是你出于打猎的话 呃100码呢 因为100码基准就够了 因为不论是打50码还是150码 它差别不大啊 很小 尤其这种子弹 呃 所以说你只要100码调好了 打猎的时候就按着一把码走就行 好 再试一试 打两枪大概在位置 咱们去看一看吧 一个在 相当于正中心吧 一个偏下一点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然后直接转移到100码 虽然阳光出来了 但是你知道 靶场都是比较背音的地方 所以说 呃 来靶场还是要再多穿一点 我穿一条秋裤还是远远不够 下次 稍微再多穿一点 对了 今天早上呃 我来打枪的时候呢 我是戴手套的 就是这个 这个手之后戴手套的 然后 呃 一位老枪手提醒我了 就是 不应该戴手套 即使是很薄的手套也不好 确实是影响你的感觉 呃 然后我把手套脱了 感觉好一些了 因为来这边呢 大家练枪的时候都互相提醒 其实挺好的 你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而且你很多时候就问 不懂的东西问他们就行了 他们都很有经验 感觉差不多 这次再又偏右一点 我觉得应该调好了 可以了 好 这边去看一看 其实在这个温度下呢 手指头 呃 打三枪就基本就冻僵了 到最后第三枪就没有感觉了 所以说 这天打枪还是不太好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这个靶场就是自己的 打三枪过来看一眼 打三枪过来看一眼 这三枪是我打的 就是说我打之前呢 有这两枪是小弹孔 然后这三枪呢 是我打的大弹孔 呃 我觉得到这个准度就可以了 因为我也就是全是也就打个猎 不需要精准射击 一般码到这个准度 OK 调枪结束 然后呢这个是点二 点二就没什么后座裂 没什么声音 所以说拿它呢 就是多练习 练瞄准 然后这个枪呢 其实也需要调一调 这个打过几次裂之后啊 这些震动啊 磕碰啊 的精度都有影响 我现在有点调不明的 可能还得重新再试一下 You want to put a target? Not yet No No OK 继续 OK We're just going to get ready All right 打了六七发吧 然后看一看50码怎么样 这是点二 像我这样检查呢 你要时刻留于后边 后边没有来人 他有没有做准备 因为有时候可能 你走了两三百码之位 之后他看不到你 对吧 所以说呢 我需要检查一下 像这样回头看一眼 他们来的是来的 但是呢并没有动枪 所以说呢 并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先来看一下 我刚才打的这个位置 刚才打的中间这吧 这几发都是我打的 50码 然后上边一发也是我打的 还可以 这50码倒是可以了 好 今天还是挺有成效的 然后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然后因为好久没打枪了吧 在小练习一下 就是有点凉 有点冷 给老罗也动够呛 他在车里呆着呢